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迈向成功的态度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位老教授 他对机械操作十分笨拙 也不懂电脑 50岁那一年 学校大力推行行政电脑化 学生的测验成绩 个人资料都必须输入电脑存档 一向不懂电脑的教授 心中充满了压力与焦虑 有一天 当老教授下课回到办公室时 看见有一位女学生 害羞地走到身边 说明她可以帮助教授 把学生成绩输入到电脑 老教授便微笑地问这位学生 你的电脑输入很棒吗 女学生回答说 不 教授我不是电脑高手 女学生说明自己因为家境关系 买不起电脑 输入的速度很慢 时常会被同学嘲笑 但是如果教授许可的话 或许时间会拖得比较长 但对女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于是教授愣了一下 想了三秒钟便点了点头 第二天开始 女学生每一天放学后 就到教授办公室 仔细地按着成绩分数 一一输入电脑 这位教授不懂电脑 但他估计 这位女孩的打字速度 大概比别人多花了三倍的时间 一连工作三天后 终于听到那位女孩兴高采烈地说 教授都做好了 并且高兴地将一份列印好的各班成绩表 用双手恭敬地交给老师 教授被这女孩的勇气 主动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后来这位女学生 也因着这份卓越的精神 不断地追求进步与练习的机会 终于在毕业后 顺利地进到了一间知名的企业上班 亲爱的朋友 卓越是一种 一次比一次变得更好的生命态度 故事中的女学生 比别人多花三倍的时间学习 为自己拿到了进入知名企业的门票 圣经中保罗成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这就是一种追求卓越的态度 亲爱的朋友 你也期待你的人生 是个迈向成功的人生吗 卓越表现在有良好的工作态度 待人和善 做事井然有序 尽心解敌 而当你这样活的时候 他们会看见你品格的深度 看见你卓越的心智 他们就会受你影响 相信你 尊重你 今天 上帝也要来鼓励你 当你开始活出卓越的生命态度时 上帝也必定要使你在许多人的面前蒙恩 在你的职场 环境中脱颖而出 并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